贝壳、罗、海星是澎湖海域随手可食 把这些不要的海费资源再利用 开创一片艺术品 也成为了澎湖特色艺品 更创造澎湖资源再利用的另类特色 让游客爱不释手带回做纪念 画面中这位相当有气质的李佩华是澎湖的情女子 她原本在台电公司承包商材料清算制图园 长达十年 后来因为职业倦怠想换工作 在澎湖开过咖啡厅 在姻缘际会之下 她加入了澎湖雕塑协会 因为会员连转李佩华想到澎湖拥有丰富的贝壳 而利用贝壳打开了创作天地 开始 一直以来就是都有在从事这个海贝创作 然后想要把这个作品就是把成品都想要越做越漂亮 就是自己也是一个比较崇尚完美的 然后就是我这个 这个蚝蛙卡就是我们的牡蛎啊 其实算是在我们澎湖的也是一个蛮伤脑筋的一个海费 因为大家考过的牡蛎吃过的牡蛎壳就是 大家就是可能在海边也会找得到这个就是很多的牡蛎壳 像我们那天就去海边捡到很多这个牡蛎壳 然后我想说 美丽的老板娘李佩华擅长贝壳艺术创作 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迷你贝壳叫他车 贝壳沙画 手机套等等 并开设了贝壳情话 异品店 画面中牡蛎壳一直是澎湖很伤脑筋的海费 随着澎湖光光发展蓬勃 伴随而来是大量的垃圾问题 其中澎湖牡蛎专业养殖区马公菜园 白沙蒋梅等地 都曾经堆积为数可观的牡蛎壳废弃物 垃圾如何变黄金呢 你用牡蛎壳 然后搭配其他的元素 还有一些其他还可以的元素 会封出不同的火花 然后再利用一些去乳居店买的这个胶绳 胶绳它蛮硬的 所以它做起来很的就是可以撑 可以撑我们的牡蛎 然后再搭配其他的那个贝壳 然后其实它的会撑多牡蛎 它上面的颜色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很天然的颜色 像那个水彩熏染的颜色一样 就很天然 深浅 然后我在想说圣诞节要到了 然后其实也不一定圣诞节可以刮 然后就可以刮 刮着这个 很有应景的感觉 然后平常如果家里面要装饰 也可以放 因为蛮耐看的 这一次李佩华再以牡蛎壳为主体框架 塑胶绳当底 再连上了一颗一颗造型可爱的贝壳 以及其他海贝元素 就蹦出了不凡的火花 如画般的挂饰就完成 好精致 也是民众游客的最爱 这次的马公司公所 就是他有办一个 在10月21号 他有办那个娱乐艺游剧 他里面的活动 也有DIY 创作这个 一个波西米亚 我把它称为波西米亚 海洋翁格的挂饰 那马公司公所呢 市长他也 这些年呢 他都一直在推动一些 海洋环保的议题 也很努力的在 做这个区块 所以呢 就我们大家要多多利用 就是海边的一些 海贝的物品 来创造一些奇迹 创造一些经验 我们福德蒙莉可 真的很多很多 所以呢 大家呢 也可以用这个idea 来做这么美的东西 所以 应该是会 很接受大众喜欢 尤其圣诞节快到了 架上了LED灯 也很应景 散散的海费艺术品 因应而生 马公司长黄建中 重视海洋环保议题 公所也将在明天 10月21号 办理娱乐 亦有趣 有个创作DIY 就特别邀请 李佩华来教学 这个波西米亚风 海洋挂饰 不但是环保又美学 很值得大家 一起来创作 记者王海龙报道